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央视今天上午快讯报道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 于京城逝世 纽约纳税人将支付州长前往战时以色列的费用 不安全、不专业 五角大楼称中国战机与美国B-52飞机相距仅机密 加拿大巴勒斯坦裔呼吁特鲁多 推动结束加沙的无差别流血 中国最高外交官开始对华盛顿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提升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希望 请大家收看 中国官媒央视今天上午快讯报道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 于京城逝世 根据报道 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同志近日在上海休息 2023年10月26日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10月27日临时时分在上海逝世 享年68岁 复告后发 李克强今年3月退休后都没有公开露面 直到同年9月现身敦煌莫高窟 参观气色看来相当好 经27日传出离世消息 纽约纳税人将支付州长前往战时以色列的费用 多伦多星报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库尔的办公室宣布 纳税人将支付他最近访问以色列的费用 最初 一个非盈利组织应该支付这次旅行的费用 但该组织尚未获得州伦李委员会的批准 这次旅行花费约1.2万美元 旨在在持续的冲突中向以色列人民表示支持 批评人士认为 霍库尔应该获得州伦李官员的批准 以确保该非盈利组织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最近也访问了以色列 他的旅行费用由加利福尼亚州协议基金会支付 不安全 不专业 五角大楼称中国战机与美国B-52飞机相距仅机密 悉尼先驱晨报 美国军方指责中国一架战机本周早些时候 在南中国海上空危险地靠近一架美国轰炸机 据称 中国的J-11战机距离B-52飞机仅有3米 并以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方式飞行 这一事件是美国所称的 中国军机越来越冒险行为的一部分 五角大楼此前曾表示 自2021年以来 中国军机已经近200次在靠近美国飞机的地方进行了机动 此事件发生在中美两国因一系列问题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加拿大巴勒斯坦裔呼吁特鲁多推动结束加沙的无差别流血 加拿大CBC 多伦多居民的家人被困在加沙地带 他们恳求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推动停火 并采取行动将加拿大人从被围困的地带撤离出来 因为持续的轰炸继续造成数千人死亡 多伦多地区60个巴勒斯坦一家拿大家庭联盟的代表努拉表示 许多人害怕谈论他们亲戚的经历 自10月7日以来 以色列对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带进行了一系列空袭 以回应哈马斯的初次袭击 以色列称哈马斯杀死了1400人 包括儿童并劫持了200多名人质 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 截至周四已有702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包括2913名儿童 这些家庭呼吁加拿大政府要求停火 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并允许人道援助 食品、水和医疗物资进入并抵达加沙地带 该组织表示 政府必须计划安全撤离被困在加沙地带的加拿大人 并承认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 中国最高外交官开始对华盛顿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提升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希望 多伦多星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美中加深对话 为改善两国关系带来希望 王毅的这番言论 是在他对华盛顿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开始时发表的 他在访问中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会面 由于在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 以及在人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分歧 两国关系一直紧张 双方希望能够阻止进一步恶化 美国官员希望王毅的访问 能为下个月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铺平道路 拜登和习近平的峰会将为两国领导人在乌克兰和中东等紧迫国际问题上合作提供机会 然而 一些专家对双方能否达成许多协议持怀疑态度 尽管在气候变化和高层军事对话恢复等问题上可能会取得进展 普京组建恐怖轴心 欢迎哈马斯和伊朗来莫斯科 英国美日电讯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邀请哈马斯和伊朗高级领导人到莫斯科讨论中东冲突 以色列与俄罗斯有着长期的联系 对此举表示谴责 并指责俄罗斯与被西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接触 支持恐怖主义 西方观察家对俄罗斯与哈马斯和伊朗形成恐怖轴心 表示担忧 哈马斯赞扬普京在冲突中的立场 并感谢俄罗斯的外交努力 这些会议表明 普京正在放弃与以色列的联盟 而是寻求与伊朗及其伊斯兰盟友更紧密的联系 俄罗斯和中国呼吁冲突停火 以色列表示将继续对哈马斯进行进攻 并在加沙北部发动袭击 为对该地区进行全面入侵做准备 分析人士警告称 俄罗斯、伊朗和哈马斯之间新兴的轴心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并扩大为涉及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的更广泛冲突 安东尼·霍尔登皇家编年史学家 世事享年76岁 纽约时报 英国作家、记者和扑克玩家安东尼·霍尔登去世享年76岁 霍尔登因偶然成为皇室传记作家和君主制度批评家而闻名 1977年他被派去为《星期日泰晤士报》 报道查尔斯王子访问加拿大的事情 并写了一篇广受好评的专栏文章 这导致他获得了一份写查尔斯传记的书约 该书于1979年出版 霍尔登继续写有关皇室的文章 甚至写了一本批评查尔斯与戴安娜王妃婚姻的第二本传记 这本书引起了一场丑闻 霍尔登受到了白金汉宫和小报媒体的抨击 尽管如此 他继续写作并在职业生涯中出版了40多本书 涵盖了莎士比亚、劳伦斯、奥利维尔、莫扎特的歌剧剧本作者和奥斯卡金像讲等主题 霍尔登还是一名扑克玩家 并写了两本关于他在扑克世界的经历的书 他的三个儿子、四个孙子和他的兄弟依然健在 杰克、沙利文的更安静的中东评论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纽约时报 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 称中东地区比几十年来都要安静 然而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五天 哈马斯在以色列境内发动了一次恐怖袭击 与沙利文的说法相矛盾 这篇文章揭示了美国对中东局势的错误判断 因为他没有预料到以色列防线的被突破 这篇文章的在线版本已经更新 删除了沙利文关于该地区安静和加沙地带缓和的说法 中国绿色补贴的问题在于 它们根本不存在 彭博社 中国的清洁能源产品比其他国家的产品更便宜 这导致很多人认为该行业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补贴 然而 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中国制造的绿色科技之所以价格低廉 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和环境目标的推动 这促使制造商进行大规模投资 补贴是许多国家的常见做法 包括美国和欧盟 但除非它们偏袒特定行业 否则不被视为反竞争行为 对中国清洁能源行业的补贴指责 可能会阻碍全球向禁灵排放的过渡 世界需要一项政策 区分补贴的良性和恶性使用 并促进相互裁军 印度军队需要离开马尔代夫 新任总统表示 彭博社 马尔代夫表示将要求驻扎在该岛上的印度军队离开 当选总统穆罕默德 穆伊族指责现任总统义布拉辛 索利赫允许印度对该国事务无限制地发挥影响力 并通过允许印度军队驻扎在那里而放弃主权 穆伊族表示 他已经开始与印度就撤军进行谈判 并称这些谈判已经非常成功 中国和印度一直在竞争 对战略重要的印度洋群岛的影响力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进展缓慢 但西方的支持仍然坚定 即使中东爆发了新的战争 雅虎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东乌克兰战斗已经陷入僵局 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战争已经进入了战壕战阶段 美国承诺将支持乌克兰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但美国最近发生的事件 如国会山的混乱和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可能性 引发了对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未来的担忧 寒冷的天气将很快使东欧的两支军队陷入僵局 大规模行动预计要等到春季才会恢复 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攻只取得了一些小的收获 一些专家认为乌克兰最好继续保持防守 消耗俄罗斯的意志 然而 乌克兰在打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和克里米亚地区的阵地方面取得了成功 其长期计划是将俄罗斯赶出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克兰海岸的其他被占领地区 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东南部的顿涅茨克地区发动了自己的进攻 预计冲突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 首份财经新闻 八名印度人应被指控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 在卡塔尔被判处死刑 金融时报 八名印度前海军军官应被发现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 监视卡塔尔的潜艇计划 被卡塔尔判处死刑 印度政府表示 将探索所有法律选项以回应这一判决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全国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库尔的访问 以色列的费用将由纳税人支付 这引起了批评 美国指责中国战机靠近美国B-52轰炸机 称其行为不安全和不专业 加拿大巴勒斯坦裔呼吁特鲁多推动结束加沙地带的流血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华盛顿 提升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希望 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哈马斯和伊朗高级领导人到莫斯科讨论中东冲突 这引起了西方观察家的担忧 英国记者和扑克玩家安东尼·霍尔登去世享年76岁 杰克 沙利文的中东评论未经时间的考验 中国的绿色补贴问题在于他们根本不存在 马尔代夫要求印度军队撤离该岛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进展缓慢 但西方的支持仍然坚定 印度人因涉嫌间谍活动在卡塔尔被判处死刑 这些新闻事件展示了世界各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从政治到外交 从国内到国际 各种问题都在不断涌现 但让我们保持乐观 因为只有通过对话和合作 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去世 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他在国内外都具有很高的声望 并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要对他的贡献表示敬意 并对他的家人和支持者表示慰问 对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库尔的访问 以色列的费用由纳税人支付的问题 这引起了一些争议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更加透明和负责任地处理 这些费用问题 中美关系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访问华盛顿 提升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希望 我们希望两国能够加深对话 解决分歧 并为两国关系的发展 创造良好的环境 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哈马斯 和伊朗高级领导人到莫斯科 讨论中东冲突的举动 引起了一些担忧 这可能会导致该地区的局势 进一步恶化 并可能导致更广泛的冲突 我们希望各方能够保持冷静 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最后 我们要对安东尼 霍尔登和杰克 沙利文的离世表示哀悼 他们在各自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 并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分析 现在 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